尽管许多媒体甚至命令师都表示王妃离婚后不会出家 但却有港媒最新报道指出其实王妃出家的决心相当强 她确实接受了高僧的测试 要求她必须三个月内完成十万次三跪九扣 也就是每天至少要扣拜一千一百次 以考验其出家的决心和毅力 上个月王妃生日时曾在微博贴出一张她去西藏朝圣 扣了好多头以至额头整个红肿的照片 据说就是在为十万次的三跪九扣做准备 且有人透露打扮朴素的她当时走访了好多间寺庙 每到一家寺庙她都会赚金筒 再进行三跪九扣的大礼 诚心的她扣到可以听见声音 可见有多用力 据悉王妃是为了女儿李妍开始信佛的 戒烟戒酒并吃素 即使今年低调付出 也是以录制佛经专辑弘扬佛法为主 及福座功德 此外在本月六号出售所有香港物业 套现三千八百多万港元 准备全部留给两个女儿做信托基金 而且王妃目前也正在做财产分配 决定全部留给两个女儿 自己看破红尘出家去 东新娱乐整理报道